安全是人权的基础和保障 联合国和平权力宣言强调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 我们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绝不让这个世界重新回到弱肉强势的丛林 绝不让各国再度陷入冷战对抗的深渊 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 以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争端 让冲突战火尽快平息 让流离失所的人们尽快回到自己的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